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 如何使用iPhone還可以省到錢 省到什麼錢 你可以跟你家庭裡面所有的親朋好友們 最多六位做家庭共享 你就可以省掉一些費用喔 要看之前 先按讚 分享 訂閱 鈴聲打開 3 2 1 開始 各位 大家是不是常常你自己買APP 結果你的老婆也買一樣的APP 那你這樣花錢花幾次 助理 他這樣花幾次 兩次 沒錯 你今天只要把老婆加進來以後 他就是你可以做家人共享 家人共享最多可以幾個人 可以六個人 家人共享到底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如果你今天大家很喜歡聽音樂的話 Apple Music 如果你是一個人出錢的話 一個月要150塊台幣 但是如果你選擇方案是家人共享的話 你只需要需付240塊 所以240塊 你家族這個群組有六個人的話 一個人只要花多少錢在一個月 40塊 答對了 重點是喔 你知道買了這個人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我 所以我一個人要付240塊 其他人都不用付錢 不用 他就是 他是只扣家長 家長就是我 乾爹 乾爹好 乾爹好 所以意思是說 我買了空間200G的話 我也可以分享給這些家族成員喔 等一下 你說的200G是每個人都有200G嗎 沒有 我買200G 200G是一個月90塊台幣 但是我可能用不到200G 我只用100G 那另外100G我就可以分給我老婆 你也不用付半毛錢 但是我只要付90塊錢 那大家是存在同一個地方嗎 它是存在不同地方 就是說 你們共享那個容量 我們共享容量 但是你的資料我也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 這是 這是什麼意思啊 哇 好好喔 很想看對不對 我現在教大家怎麼做 很簡單喔 你先進來設定 飛航模式最上面有一個像 現在是顯示我的頭像 我顯示了 好 那顯示完以後 在下面有一個叫做 家人共享這個選項 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 組織者就是我本人啊 下面可以用家庭 加入家庭成員 最多可以六位 好 那我來加 在加的時候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透過iMessage邀請 第二是親自邀請 什麼叫親自邀請 比如說老婆在我旁邊 我現在就用親自邀請 就可以了 第三個叫建立兒童帳號 知道建立兒童帳號 有什麼好處嗎 可以操控小孩子的行為 沒錯 而且他看什麼 你都可以知道 這個我之後再教 我今天先教最簡單的 家庭共享 但如果你想要操控的話 歡迎請在下面留言 哈哈哈哈 這招我覺得很好用 我先按親自邀請 親自邀請 我按下去以後 這邊請你的家庭成員 輸入他的Apple ID跟密碼 老婆輸入一下Apple ID跟密碼 我老婆現在要輸入了 他其實不是只有Apple Music 我們可以分享 容量也可以分享 而且 像 不是我老婆 像我自己 常常會幹嘛 你知道嗎 常常會不小心 不知道把我的iPhone 放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 我們去表餐道逛街 跟你講得有點久 這裡有人忘記密碼 你要不要用我的 哈哈哈哈 不然助理你先當一下家人 謝謝你 乾爹乾爹 我們去表餐道逛街 然後我們六個人 分身在不同地方 但這個時候 你可以透過家人共享這邊 你就可以找得到說 我老婆現在跑到 表餐道的什麼位置 你就可以直接從 直接定位 他就直接定位 你在哪裡了 所以就不需要要拍買iPhone 是嗎 這樣子 我很好心的幫你轉成中文 有沒有 我現在要把號碼輸過去 對不對 他現在是說 你是不是允許 我幫你按允許 允許後 輸入 要輸入 你自己輸入 好 你輸入一下 好 輸入一下 好了嗎 好了 來給我 等一下 他這個 我不能跟你當家人嗎 莫非不能叫你乾爹 等一下 他該不會看戶籍藤本嗎 好 進來了 有進來了 然後確認了 這個是你的帳號對不對 好玩下一步 結果還是只能用蒂姆嫂的帳號 好耶 他就跳出來說 你已經加入了成員了 有沒有 那為什麼我就不行 因為你不是 他說我老婆 好 那我們家已經共享了嘛 所以他這邊在我們的相簿這裡 他這邊就有一個 那個共享的相簿了 那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分享的照片放進去 比如說 好我剛剛已經分享了一張Oli的照片 在我們共享相簿裡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老婆呢 上面就有跳出一個通知 欸 對 有 上面寫說 來自為我的名字的新照片 然後點下去 家人共享 你看喔 他現在點進來了 正在讀取 他正在讀取中 對 他也可以在上面 點讚 這麼酷 但我覺得這功能很棒的是 如果像我們常常有一些工作的照片 我們就不用再用AirDrop互傳 可是是家族才可以啊 我是要跟你成為家人 不行嗎 不行 好你可以看到喔 我剛剛就傳了這個Oli的照片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是不是有個讚 真的有耶 有沒有 好 那個 按下去 好 他按了讚 會不會以後還能留言啊 我看一下我手機 他上面寫說 誰誰誰按了一個讚 對 他表示喜歡 唉唷 好酷喔 有沒有很酷 他就是在這個家庭共享這裡 我覺得這有一個好處耶 對 就是例如說有些人家族之間 還是想要保有一點隱私 並不想要加家人的Facebook 對 那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啊 因為家人還是很有參與感 還是可以按按 你看他喔 他按讚 而且重點是如果你家六個人 只有一個人喜歡 請問另外五個人是不是裝傻 好 所以你看到剛剛相簿是不是很不錯 好 那他還有什麼功能 我剛剛說的 來找我老婆的手機 一樣 我點進來 好 選擇家人共享 選進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位置共享這裡 然後我看一下 這個時候如果 我老婆呢 他有開啟分享位置以後 開完以後呢 我到尋找iPhone 我現在定位了對不對 我在上方呢 是我自己的 Apple相關的產品 但是呢 我在下面呢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有沒有看到我老婆 他有的商品都在上面呢 所以他這個帳號 綁定了什麼東西 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我老婆有帶Apple Watch 我把它點下去 唉唷 他就選擇了Apple Watch出來了 唉唷 好這個時候有個動作 我們讓他的Apple Watch 播出聲音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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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顯示位置在哪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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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有一個iPhone的logo陈 kahle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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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老婆也 手機也有 唉唷 唉唷 Lao 啁 就這樣 不如 為什麼 曝春 серд 而且喔 這個是儀式模式有個很棒的地方是 它也可以幫你清除 iPhone 如果你是真的找不到的話 它的動作都可以 都可以 不是說我只有要找你 還有儀式模式 我甚至可以清除手錶裡面的 等於說我們就不用像我們之前講過的那樣 你還要去找一台電腦 然後請你朋友幫你幹 完全不用 你只要請你的家人在群組裡面的人 就可以幫你做到這件事情 答對了 好 那我們剛剛分享的iCloud儲存空間 那你今天一旦開啟以後 它上面就會寫說 來 祝你一看 我自己本人是不是有50G 我老婆有5G嘛 對 但我一共買了200G嘛 對 所以我們兩個呢 已經用了55G嗎 全部加起來呢 你 你只要達到200G 那才會額滿 目前它上面就寫說 你們還有145G可以使用 喔 所以如果再加上我的加上誰的 你不要一直幻想說我要把你加進來 OK 意圖明顯 好 那那個購買項目共享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你今天呢 我們就只要有一個人買 大家都可以用 重點是你知道它的帳單寄到誰上面嗎 乾爹 乾爹 組織者上就是我啦 乾爹 那最下面有個叫做螢幕使用時間 其實這個是比較適合小朋友 螢幕使用時間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幫小朋友創建了一個Apple ID的話 那它這個螢幕使用時間 你就可以去看說 它到底下載哪些App啊 用了什麼 用了什麼 對 那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我們 大家都大人了 我這邊就不分享了 大家都大人了 所以 家人共享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地方 那今天呢 等一下 乾爹我有問題 好 那如果像是 你今天已經成為家長 我是你的家人了 組織者 它上面寫組織者 那我還可以當第二個組織者嗎 當然不行啊 你以為Apple是笨蛋嗎 你這樣全部弄完了 全世界看完這影片以後 全部都不用訂閱啦 就是 只要一個人付費就好啦 他把他當直銷在經營 你是直銷上線跟下線是不是 好啦 你可以結位了 好的 今天的家人共享 其實大家花一點時間 我覺得 它真的不一定是你的家人 像我助理 如果把它加進來 你一群 這六個人 你就可以去共享 我剛剛說的Apple Music 空間啊 甚至於大家可以互相找尋 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喔 這個小秘技 今天就傳說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還有 它的共享 其實不是只有相簿而已 它的共享 連日曆都可以共享 所以你的行蹤 只要記上去以後 大家都可以知道 比如說像我這邊就 我寫上3月15號 Oli要吃全能狗 沒有就是要吃一個那個 但是呢 它就已經跳到了 我老婆的行事地上 那所以這樣子很方便的是 爸媽如果要看醫生的話 就是全家人都會互相提醒 沒錯 大家都看得到